嗨 我是个N 最新的华为MatePad Pro 12.2出来了 这一台堪称拥有最强screen 最强新的 最完整创作鱼翼森的平板 我自己试了之后 我就觉得 它真的是一台很紧的平板 太香了 PaperMate Edition 柔光平板的 我竟然有送这个 microfiber的冒回全部 OK 不要看 哇哦 转转转转 下面还有什么 哎 这是买机送键盘啊 哇 直接送keyboard啊 这样好的 下面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100W的supercharge 说明书丢掉 还有第三代的M Pencil 哎呦 开不到我的手 登登登登 这支Pen大有来头 等一下再跟你们讲 先来看外形 它有极高级 全部写在它的背面上面 它叫做流金配色 它手感哦 非常好摸 就好像摸着一块布的感觉 它会讲这个材质的灵感来自于 薄 薄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想了很久 后面我Google色调一下 原来薄在古代是湿 是纸 是纸 是纸品的意思 英文叫做sew 就是布 这个是丝绸 不是布 就是哦 siu吗 siu是丝绸 siu是丝绸 哎呀 这个Google没有跟我讲 以前人后还没有用纸跟饼 之前哦 都是画在那个薄上面的 而且薄上面的话 会有不同的光泽度 同样的道理套在这个华为MatePad Pro上面 你在不同的角度看它 它是有不同的光泽感 我细行的去看这台华为MatePad Pro的背面 真的有一点点不同的光泽 作为对比哦 iPad Pro 12.9寸就已经682g了 还有Samsung Type S9 它是11寸的500g 这是目前来讲呢 行业里面最轻的12寸平板 厚度的话5.5mm 这台机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一片screen 还有这片screen延伸出来的一些功能 它是华为第一款用了双层OLED云西柔光屏的平板 柔光屏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反射 护眼 但是坏处就是它一直给你一个 好像粘粘一层薄薄的Mate Screen Protector的感觉 一直看不清楚 所以华为就把双层OLED放进了柔光屏里面 整个出来的效果就会变得通透很虚拟 颜色也是比较美的 这边我就直接播一张HDR影片给你们看看 刚才有提到华为的这一支第三代M Pencil 我跟你讲这支笔不是开玩笑 它是华为第一款 诶?它是全球首款搭载了Nearlink星伞技术的产品 也是平板屏第一支16384压感的手写笔 我使用了它一段时间的感觉就是 根据中国的博主他们讲爽 根据马来西亚的博主一个字 Shop 反馈很快手写很顺 眼感很好 等你们自己test了你们就会懂 接下来 哦我的拇指 接下来入重点了啦 一台又轻又薄又大screen的平板 到底可以拿来做什么咧 带出门追剧 当然是带出门做工学习啦 平常工作你就可以拿来记录会议 比如读书可以处理文档 如果是想画画的话就可以写声 没有错啦 我都了这样大个拳就是为了讲写声 因为这一台华为MatePad Pro 12.2吋 就是为了画画而生 它里面有一个APP是华为自己研发的 叫做GoPen 它西北好用 好用到我这种普通人啊 我都觉得它好用 本来这个影片 我是打算叫我一个很会画画的朋友来帮我作假 然后他画了 然后我又讲是我画的 但是哦 平板的出现 不就是为了降低创作门槛 所以从这个影片开始 我转行了 我要成为画画博主 看下我一个普通人 加上MatePad Pro 12.2吋 再加一个GoPen App 可以画出什么东西来 首先户外的一个最有感的点 就是它不反光 真的不反 无论是在它太阳底下 还是灯光下面 它怎样都不反哦 MAGIC一天你在户外画东西 它太阳很晒嘛 不要讲画啦 你看都看不到 但是因为它这个是有一个柔光屏 意思就是它遇到阳光 它不会反射 然后你看东西就会很舒服 第二点就是亮度啦 它有2000nits 这个Level在平板间是A加等级了啦 亮度够 就可以精准还原颜色和线条咯 第三点 笔触和流畅度 虽然我不是很专业啦 但是我测评过这么多电子产品 一个平板它的笔触明不敏感 反馈及不及时 这个我还是分得清楚的 就好像我现在下车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哦 它是很及时的 它跟我手下的点是一样的 144Hz的刷新率 画画的时候咧 你可以feel到鼻一下 平板就做出反应 它是紧紧跟着的啊 而且画在普通screen和柔光screen的差别是 柔光screen的摩擦感会更加柔顺一点 而且因为它用了双层OLED的原因 所以亮度就很够 颜色还原就很好 看看这个就是我画出来的东西 好多伤一雷 我觉得我有了 这个双屁股突然则是变画家了 而且整个GoPen App使用感觉是非常好的 它很像传统画画的步骤 首先选纸 它有金丝波啦 有宣纸啦 有出纹水彩啦 油画等等啦 然后再选色笔 是非常多种一下的啦 勾线啊 素描啊 水彩等等 超过150种 尤其是水墨类的笔刷是特别多的 然后就可以开始画了 它的笔刷其实也有几种玩法 其中一个最好玩的我觉得叫做 喷墨 这种降溢素的东西 我以为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 结果我在MacPad Pro身上体验了一把 好玩 你点这个 颜料喷洒 然后笔哦 不需要碰到平板的 就选口按两下 看到 它就有这个喷墨的效果了 而且还会出现不同的颜色 是不是好玩 或者你也是可以try 双重笔刷 选两个你喜欢的笔刷 你就可以combine 就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样子啦 整个app给我的感觉就是很complete 还有一点就是颜色 水墨画里面其实最难调的啦 是紫色还有蓝绿色这种 我们原本原色就是红黄蓝 紫色跟蓝绿色是最难调出来的 然后你就看我这个兔子的边缘 现在我一个button打开color plate 它什么字都有 它出了原本的色盘 色环这是原有的 它现在还多了一个叫做色卡 各种combination 真的很专业了 它做到了真正把创作门槛 讲到很低很低像我这样子的普通人 我竟然可以画出这一幅画 我敢讲你都不敢信 是你觉得好吗 不好吗 不然你们comment一下咯 跟我讲美不美咯 我看我把死掉这条心咯 画过你 主要咧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能事先导入照片 把它当成tracing paper 放在背景跟着它勾勒框架 然后后面呢在自己自由补充填色 是不是特别是我这种零基础的 绘画笨蛋 突然我觉得画画好像不是那么难了 有没有 还有这次新出的Bate Bishwa Only Malaysia 有的绘画的原理哦 其实和我们真正Bate是蛮像一下的 在图案的边缘上一层蜡 然后在想要的地方上颜色 最后把蜡洗掉就得到了一副Bate 讲完了画画 现在回到去开箱的时候 一set来的那个键盘 哒哒 华为全新设计的业绩的第一款 Bate B加键盘一体充电设计 那打开放上平板 就Magnet磁吸住 翻开中间有一个专门拿来放笔的位置的哦 这个时候只要一般平板充电 它就会同步帮键盘和笔一起充电 更不更开叻 而且还有四个角度可以adjust 你整set用完像是笔 配这个平板然后再配这个键盘 你的体验感就会伸很多 好啦 最后 好啦 最后讲一下比较有感的一些配置啦 电池是10,100毫安 100W的快充 续航还是蛮耐电了的 然后充电也是很快 喇叭特别响 它用的是华为烧3.5cc的单体后腔扬声器 我一开机就已经被身影震撼到了 最后就是价钱啦 4599 贵是贵了一点啦 但是它有送这个华为键盘 这个第三代M Pencil 然后还有一个Mouse 最后的最后其实你们可以想想 它轻薄 它那一天 Screen眉 它颜值高 非常适合创作人 它是一台非常非常顶配的平板 所以这个价钱你们还觉得贵吗 好吃吗 它就嫌异了